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愿神的话如同清晨的甘露 滋润你跟我的心 今天我们读到尼西米记第二章 尼西米拿起酒来 要给亚达学习王时 尼西米脸上突然出现愁容 王这时说 你没有生病 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尼西米这时带着恐惧 将他心中的话跟王说 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 我岂能面无愁容呢 王就问他 那你要什么呢 尼西米说 他想回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王就拆遣他去了 尼西米又说 我需要这些这些东西 还需要那些那些东西 王就说 没有问题 尼西米到了耶路撒冷之后 花了一些时间 在没有其他人知道的情况下 把城墙和附近的地方 都观察了一遍 观察完了以后 他跟当地的犹大人说 来吧 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再受凌辱 当地的犹大人也说 我们起来建造吧 有些人在旁嘲笑他们 是怎样 是想造反吗 尼西米这时候说 神必使我们亨通 我们要起来建造 你们嘲笑的人呢 却要跟这件事无份 大卫报生牧师 在他书中说 If Ezra is a Bible man Nehemiah is the prayer man 意思就是说 如果以色拉是个重圣经的人 那尼西米就是那个重祷告的人 有吗 尼西米有很重祷告吗 我们一起来看 祷告对尼西米的重要性 我们倒带一下回到第一章 第一章 当尼西米听到犹大人受凌辱 城墙 城门 被火 焚烧的惨况时 他马上进入了进食祷告 他这样子祷告 耶和华 大而可畏的神啊 睁眼看 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 我们犯了罪 没有遵行摩西的诫命 但我们愿归向神 遵行你的诫命 虽在天涯 你也必将我们招聚回来 带我们到你 所选择立为你名的居所 主啊 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 使你仆人献金横通 在王面前蒙恩 尼西米在祷告中 等待对的时机 他等 等 等了四个月的时间 才被亚达薛西王 注意到他的脸上的愁容 二章四节说 当亚达薛西王 问尼西米说 你要求什么的时候 尼西米又进入了末道 对尼西米来说 神师恩的手 总与他周遭的环境 息息相关 王准许我 是因为神师恩的手 帮助我 尼西米心里 想要为耶路撒冷做事 这个也是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充满在尼西米的周遭 只要人民归向神 神必使人民亨通 尼西米是个常常祷告的人 他常常将心中所求带到神面前 也因如此 他的心特别的贴近上帝 神也使他亨通 让我们也像尼西米一样 在忙碌的生活中 依旧常常祷告神 等候神 还有亲近神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常常我们把尼西米看作一个很会做事的人 很好的领导者 很好的主抢者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 尼西米也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总是将上帝的事摆在首位 让我们也跟尼西米一样 常常在生活中有祷告的心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 阿们